通过日本丰田造假174项这个事儿啊 很多这个所谓的中国人给他们洗白 就足以看出来他们是汉奸卖国贼了 甚至是说汉奸卖国贼都不对 有可能就是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 你想想我们这些爱国人是宁可不怕牺牲 也要为国争功是不是 也要坚决抵抗侵略者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祖国对不对 那你想想他们是什么动力 非得替那个日本人干的坏事洗白呢 有可能他们就是日本人对不对 好那些排除这点有可能咱们没有证据 但是他们的行为很像 他们是汉奸卖国贼 那你们就应该祈祷了 你祈祷这个中美便发生战争 中日不要发生战争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 第一时间必须 必须审判 或者是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马上就可以干掉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 为什么 因为汉奸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一旦开战 第一件事就是杀光汉奸卖国贼 我就敢 一旦开战了 所有的军人都敢 发现你是汉奸卖国贼 手里有枪过去就可以干掉你 没有枪拿大棒做打死你 乱棍打死你 就这么简单 你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 特别是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都是有记忆的 很多人都给你们录屏了 都知道你是什么嘴脸 你应该祈祷你们美国爹 祈祷你们日本便着实 不要疯狂的挑衅中国 一旦有一天开始清算的话 别看你今天叫得欢 小心明天拉清单 必须清算你 听懂啥意思吗 所以说你们不用高兴的太早 现在就最可气的是 这种现象应该有点管 应该专门立法管你们 有相应的法律 知道吗 不是说你们上的就随便可以歌颂那些帝国主义 七六者的敌人的 说他们好给他们洗白 明明做的是最恶心最错的事 危害全人类的合肥水造假 这个那里还非得给他洗白 你说你们算是个人吗 我真的认为你们不配当中国人 不配活的 如果是战争时代的话 第一时间消灭身边的汉奸 就这么简单